歡迎收看娛樂有意思的 聊八卦 我跟你說今天的那個八卦 我真的是太震驚了 這個中國妹子真的是 非常的驚為天人 到底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禮拜 就是週一就爆出了這個 鄭爽代理孕母的事件 大陸媒體評委跟關小彤 還有周東宇他們是為四大 就是90後的四大花瓣 我對於內地的藝人 我沒有什麼了解 不過鄭爽這個名字 一直記在我腦袋裡 就是因為他一天到晚發火 他那時候就是在這個節目當中 認識了張肯 因為那時候我們都知道 他跟胡彥彬才結束感情 已經傷得非常的重 而且微博熱度討論非常高 分分合格 分分合格 然後這時候就爆出說 他這個節目上面 認識的男主角張肯 他就非常公開 他就說OK 我現在就是跟張肯戀愛 而且還帶著張肯 就是上了就是 女兒們的戀愛 他們的路縱 就是公然放閃 對 而且那時候就是 撒狗糧撒得非常的over 就是大家都覺得 哇他們兩個 這堆CP一定會結婚 對 結果 可是就是太高調 就是會這樣 那時候就是鄭爽 就是有提出訴訟 對張肯提出訴訟 就是說他借了他2000萬 然後沒有還 2000萬是 是人民幣喔 等於說台幣快8000萬 9000萬 對 現在會率差不多 就靜益 這樣簡易 聽起來比較厲害 而且他們兩個人有 合開公司 然後就是鄭爽 一做一個APP 那也解散啦 鄭爽投資錢給南方 然後南方也是靜益不善 然後南方又利用鄭爽的名字 去借高利貸 總之就是 種種這種 南方不OK的傳聞 就在網路上發酵 然後南方又不在中國大陸 所以大家都說 南方已經是捲款 很潛逃到美國 但其實 這裡面 美國養個小孩呢 對 原來 一年 交往一年 然後就可以立刻 結婚 找蛋 女母生小 他們是怎樣感進度 沒有 因為鄭爽 他是出生在一個 就是算是蠻富裕的家庭 然後他爸爸媽媽非常的恩愛 所以鄭爽從常就覺得 他們的家庭幸福 他也要再複製一個 家庭幸福和樂的一個家庭 OK 他跟鄭爽 其實他們在美國 找了代理月母 對 生了一子一女 對 因為是兩個 應該說他找兩個代理月母 然後最後都 都懷孕成功 然後最後都生下了 男孩子是出生在這個 2019年的12月 然後女孩子是在 2020年的1月出生 陸陸續續出生 陸陸續續出生 他和他的家人滯留在美國 已經一年多了 不是因為就是種種風聲 說什麼他欠債啊 捲款而逃 而是因為他要照顧這個 無故的小生命 張衡他透過朋友 是有跟媒體投書說 女方就是正爽 他一直遲遲不願意簽字 就是讓小孩回國 對 所以這小孩如果 再經過可能3到6個月 再沒有母親的簽字的話 這小孩可能就是 要在美國直接就就地送養 對啊 那個法律 我有點不懂 因為就是他們兩個的金跟卵 那為什麼 其實這也是蠻妙的 爸爸願意讓孩子回國 可是媽媽不願意啊 正爽那就是在於 網易娛樂 他公開了一個是 張衡朋友 所提供的一個錄音檔 是鄭爽 鄭爽的父母親 跟鄭爽 然後去找張衡的父親 談談 內容 之精彩絕倫 大家一定要來聽一下 實際上這兩個孩子啊 就三個就是 就不要 就是說因為 除了出現這種狀況 因為這兩個人 分開了 分開了就是沒有 誰養不起 就是跟余安說一下 就棄養了 我們那個 在美國領養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我們咨詢那個 律師 美國領養是什麼意思 我們懂 沒有 雖然我們這個 這方面也是不懂的 所以當時就知道 真的 我一個人在想這件事 我就覺得真的很驚 做給你啊 就生下來的自己 就這樣做起來 就是你倆就全忘了 對 就全忘了 搞了我們寫的條件 要掌握什麼組 我們掌握什麼條件 不是某口 就是這樣 可能就是說 你也要把那個機構啊 可能也要有一些 其實說 錢的話還是得花 就永遠不要再見面了 你有沒有聽到 有 我覺得 女明星崩壞 而且鄭爽父親就是說 咱們就不要了唄 就棄養 沒有說是棄養這個關鍵字 就棄養 他直接講出來 對 他也是立刻 就在微博 他自己的官方的帳號上面公開 然後他講一些什麼 他非常傷心他的私事啊 就是被公開 但是他也不想要善用公共資源 可是我覺得他有講一句話 就是很很離奇 他說 身為藝人 我深知我國疫情的防 防控與眾事 為什麼會有 就是代理孕母就是因為鄭爽他當紅 可是他又想要有家庭 對 所以他不想要生孩子 然後拖累他的 身材走樣 或是delay到工作 對 所以他就是覺得 又想要跟男朋友結婚 然後有一個家庭 所以他就去找代理孕母 那為什麼這件事情會鬧成氣氧風波呢 就是因為在2019年9月的時候 鄭爽他發現張痕有偷吃 可是沒想到因為孩子都已經懷上了嘛 然後沒有辦法把他拿掉 他本來想要帶風向 結果反而他就黑掉 就是被大家批 就是說你不要在那邊拐彎抹角 想要帶風向 就是你好好的回應 就是帶領孕母跟氣氧的事情 對 但是他都沒有承認 他都沒有 然後還加入戰職 就鄭爽的爸爸他就發魂 就轟張痕是極品渣男 我覺得都可以當 欸可以當不要停 幫我上一下效果 極品渣男 說他一家子都渣 就是他出 在跟鄭爽在一起的時候 出軌了很多次 然後好像還跟他外遇的對象 就是拍不雅的影片 就是都有被鄭爽抓到 這件事情說穿了其實也是算私事 但是居然連中央電視台 都對這件事情發表評論 中央電視台就是對於鄭爽 代理育母這一案就說 這個鄭爽就是瘋瘋癲癲癲癲 因為習近平有在關注 習近平好像瘋瘋癲癲癲 怨性胡鬧 對 那個就是他的slogan 然後官媒就聽到 習近平在那邊講 然後馬上把他打出來 他就打掉了 你不用擔心的是什麼 就是如果我們有時候還有感情 我們還是可以摘藥 包括當時其實我們所有 我們一些衛生產都沒有用完 我們還保存 他原本有在中國 跟普拉達有合作 可是就剛好 普拉達的股價跌了 下跌 所以普拉達就立刻 在當天宣布 就是取消跟鄭爽的合作 那後來就後續一連串 就非常多的品牌都跳出來說 我們就是即刻起 就是終止跟鄭爽的合作 因為這件事情鄭爽他的前男友們 也被都挖出來 就是他的同公司的師兄 張翰他們倆在一起五年這麼久 其實蠻久 以他後來的交往的那個schedule來說 對 後來他們2014年分手的時候 張翰他就有發了一篇文章 就有說 你今天所做的好與壞 在未來的某一天 福貨都會來找你 別急 你看 他是不是預言了什麼 那張翰現在應該在投笑吧 鄭爽跟胡彥斌 他們是在一個頒獎典禮上面認識 然後他們就進而交往 對 然後後來胡彥斌跟他在一起 可能好像也才八個月而已 七八個月 但他們就是整個過程中 就是一下複合一下分手 一下複合一下要分手 對 後來就是鄭爽他在上節目的時候 就有說他其實搞不定上海男人 然後胡彥斌就是來自於上海 然後胡彥斌就覺得 你幹嘛又要蹭我的熱度 胡彥斌影射鄭 沒有指名道事對不對 對 就說鄭爽是屎坑 我就說他們都很會罵人啊 其實台灣的代理孕母 也是一直都沒有通過的 不過我要跟你說就是好像是 今年還去年台灣 代理孕母的疫毒已經通過了 對 就是未來有機會就是說 如果你很想要小孩 但是你自己本身沒有辦法孕育的話 可以藉由代理孕母 讓你反映一下 但是看看啦 因為只是疫毒通過 還沒有正式的合法 不過像中國大陸是完全不合法的 所以我就是不知道鄭爽跟張恆這一對CP 現在鬧分手 鬧到現在這個地步他們要怎麼收拾 祝福他們囉 祝福 好啦 今天的聊八卦就到這裡囉 掰掰 掰掰 我有一個朋友他是網帥 就是長真的很帥 然後他都跟那種網美在一起 就網帥嘛 就喜歡去踏點 然後去拍一些網美照 然後他都會跟他的女朋友們 就是一直在那邊擺很多pose 然後就是Instagram發文 接吻對不對 接吻然後一分手之後全刪 導致於他的Instagram就是好像晴空那種感覺 後來他學乖了 後來他學乖了 我跟妳講他多厲害 他找到一招我真的覺得他很聰明 就是他現在又跟一個網美在一起 然後也是一樣很愛拍照 然後小兩口整天就是找網美景點 後來他們現在拍他就是 他先個人照的景點先拍 就是這個景點他個人照先拍 然後再拍他跟他女朋友的那個情侶照 就是他兩個都發 就一次雙文 一個就是他自己一個人的 一個是他 他同一天會po兩篇 兩篇同樣的點同樣的框 同樣的風景 然後他到時候就是只要刪他跟他女友的 的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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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 好 好 好 有 好